枪枪三元雄 舒婉 刚才对镜头说的话 挺像台湾旅游观光局局长 你再跟我们学学 刚刚不是叫我试音吗 我说12345 欢迎到台湾 对对对 现在台湾是 真心欢迎大陆游客吗 当然是啊 不论各方面 你如果说要与香港比起来的话 对对对 正是香港让我产生的这种疑问 香港人民真心欢迎我们大陆的同胞吗 欢迎守规矩的大陆同胞 等于说全世界都欢迎守规矩的人 来去他们的地方 可是假如你看香港的话 但是规矩不同 怎么办 规矩有些其实同的地方很多 看你要不要守 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误会 前一阵子不是香港有一些年轻人 16 7岁15 6岁 跑去骂什么蝗虫 还唱黄 跑去尖沙嘴 对着内地的游客来唱歌 修路对方 大家只看到这个 内地的观众可能没注意 后来香港有一个有线电视频道 找了这些年轻人来访问他们 他们道歉 他们道歉 其中一个16岁的 当天有去尖沙嘴唱黄的人 他说 对 我后来想想 有朋友告诉我说 你要唱 也不应该对着这些在尖沙嘴 排队的游客来唱 他们没犯错 你干嘛要唱 对他们唱 你要唱也要对着说不守规矩的游客来唱 他说我觉得我做错 那这一段蛮感人 可是只在香港播出 没在内地看到 我觉得假如内地观众能够看到的话 可能很多很多误会就能够化解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当然台湾是很欢迎我们大陆的旅游团 但是怎么老给我们撞车呢 这讲的实在就难为情 不过这确实 我觉得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邪性呢 对啊 大家就觉得这很邪门 你知道网路上还出现了很多 大家自己就是很多内地游客 自己自嘲用的了 说到台湾旅游呢 保命的几种方法 但是我们看的话 其实这心里就很心酸 你知道像这一次 这么样的一个京剧交流团 在台湾的花莲又发生意外 大家说怎么又是陆客呢 可是在台湾的新闻传播圈 当大家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确实在台湾 台湾本来就不大 那它各个观光民景 你喊得出来的就那几个 比较大的地方 适合团游的 那每天陆客人 都是这么多的人挤在那里 那有时候我们就说 那个天上掉下来一块大石头 砸中的可能 几率很高的可能都是陆客 有这么多吗 对你看好比说去年不是发生一个 真的是天外飞来横祸 陆客在游览车 开在101前 附近嘛 不是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信义路附近嘛 就是一个高空的那个掉壁 工程的 砰 打下来好死不死 刚好就砸中了那部游览车 怎么前面公车不砸中 后面公车不砸中 就砸中了 以前我们说 我以前也曾经 就是毕业之后的第一份打工的工作 就是在台湾的立法院 立法院 你知道立法院呢 附近有一条路叫青岛东路 就这一条路上哦 平常走的全部都是国会助理 律师 或者是立委 那时候我们就开个玩笑说 如果有人从二楼随便丢个东西下去 砸中的可能很大的机会 都是立委 或国会助理 所以这意思是这样子 你知道 这个比例上是这样 不过我们现在开始在检讨 因为人数太多了 然后在分流管制上 又不见得控制得很好 台湾本来在仓促开放 这么多内地游客来的时候 它的硬体设备很多就不完善 什么一天是不是150人吗 还是怎么样 那那个是自由行 但它现在是在团游的部分 去年原本3000 现在已经开放到4000 那Coco你刚说的很对 就是它的统计数字符合比例 它来得多 当然假如出事的比率机会 可能会相对的高 可是台湾还有一个说法 是说因为本土 我们分两类好了 路客还有本土旅游的人 本土人台湾人 其实大概知道哪个地方危险 哪种车不能坐 他收的特别便宜 比方说有种车 应该收200块的 他突然过来 70块给你坐 你就知道可能危险 可能台湾叫什么野鸡车 野鸡车 等等 他就会避开 他避开以后 还有另外一点 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的人 他也知道我骗不了自己人 我就骗游客 游客一般比较可能贪便宜 或者说不太知道状况 就骗他 所以两个旅游一加起来 台湾也有坏人 很难找到 可是还是有 用骗这个字 我们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 就是要特别督促说 在旅游品质上 那个旅行团的口碑很重要 这都跟之前在香港 发生的旅游争议一样 你要零团费 你要各方便宜 你就要知道羊毛处在羊身上 你看像这次花莲的 这个金句交流团 我们就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火 当然人为因素大于 因为你看 后来查出来就是那个司机 开游览车的司机 他超速 你知道在东台湾花莲 很多路段 虽然看起来那个路很大 但你如果说要风景美 风景秀丽的地方 你一棒的山形的话 或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它可能有一些交通上的危险 比如说你开着开着 一步流程 游览车这么大台 速度这么快 刷你就开出去了 你看这是道路速线告诉你60公里 它开到90 对你看像这种时候 那不是台湾的司机吗 对啊 熟门熟路的吗 对熟门熟路不见的代表不会发生事情 还有我们以前就说 很多时候有些旅行团低价接客 他的那个游览车司机 聘雇的也不是很多 他就叫他说 您就帮帮忙 在这一阵子路客流量大 你也赚多一点 多开几趟车 他可能一天24小时下来没睡几次 所以我们就说一上车 你看到那个开游览车司机红着眼睛 哎呀 真的是 其实要照我说 我就跟我的台北朋友讲 我这个自私的想法 我就说 你们这个政府 不要放太多游客进来 你知道吗 就是台北是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地方 喜欢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它闲适 不是广州话 就是休闲 悠闲 很舒服的感觉 很舒服 你看香港的 其实我觉得打了折扣了 香港被游客弄的 香港就打开门为了挣钱 我现在就觉得香港闹闹嚷嚷嚷 闹闹嚷嚷嚷 有点没意思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成群结队都是 你看台北要是再这么大门放开 接待那么多人 他本身会失去一个 我现在形容台北对我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我的桃花源 你看吧 我要有机会去到台北 我总是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可以远离你们这个世界 甚至新闻都不要看 也看不到 对吗 全是一下子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就是一室独立的 室外的一个地方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也有这种地方 可是你在中国大陆太红了 所以你去哪里 所以重点除了说台湾本身舒服以外 大陆真的舒服 他没有台北舒服 没有台湾舒服 我跟他讲现在在台湾 就是台湾内部现在有很大的声音也是讲 会一直告诉官方是说 不要再开放人了 因为你知道是有人有玩笑话说 在这么样这样子 一直开放下去 你不先把内部的一些硬体搞好 一些能够抓得住观光客 留的新的素质健备好 大家都开玩笑说 以后台北人去吃饭 可能都要排队 你看现在香港 香港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这样 哪里好吃 只要你一听到风声 你去看一定是大排长龙 好吃的店一定得排到死 真的是 可是在台湾呢 如果说有一天 真的你在台北市 随便找家餐厅都变成这样 当然老板会很开心 可是在生活品质上 大家会忧心 毕竟台湾还是空间比较大 人口密度 香港当然要排队 是需要排队 可是排队很多都是本土的人 当然有些地方是内地游客 香港本身最新的公布 人口是720万左右 已经人口密度 已经全世界前面几位 本身人就多 我们神州同胞 对啊 而且因为香港跟内地的互动 在前面15年 它发生一种情况 有人说是一种错误的情况 是什么呢 香港跟内地签很多条约 什么合作的关系 都说我们要对等 我的人要来 你的人也要来 我的车要来 你的车也要来 可是别忘记 香港只有700万人 是这样的小的城市 大陆是这么大 等于一杯水 怎么样跟一个围到丽雅港 对等 你一说对等的时候 那就糟糕 香港就 你知道台湾也很怕 这两个字 你知道吗 我们就说你 算算数的时候 那个分母不一样 对 我上次竞选的时候 我听见吴敦义 接受咱们采访 其实就是跟人卖好 他就说 我去大陆 跟胡锦涛主席谈的时候 他说我就站起来 跟胡锦涛主席说了 说我们台湾 经济体量跟大陆不一样 你们大陆的农产品 只要一个湖南省的过来 我们台湾就够了 是吧 但是我们台湾的 如果过去 怎么能够 他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不要搞对等 他说当时这个胡锦涛说 那你把这杯茅台酒干了吧 他说我就干了 感觉立了一公式 这对等 关于这个对等 最近确实也 香港也出了一个新闻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大陆的车要进香港了 当然这对香港人来说 是个恐怖的消息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